大家好,我是Peter 我今天要報告的是 我們最近在V台灣社群在做的一級小聚 然後我們一級小聚是希望透過 就是線上或實體的聚會 然後來連接NGO跟公民科技社群 然後在活動當中 讓參與者去交流跟討論公共議題 然後也推動數位工具在這些討論當中的應用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就大家一起來聊天 只是這個聊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意見 包含說slido、polis、打開共筆商 線上參加其實都可以 那我們目前的流程是設計成這個樣子 就是事先會有一個意見徵集的一個部分 然後意見徵集的一些相關的主題跟內容 都是由V台灣的社群 還有就是跟我們合作的NGO或組織 一起來發想 然後在實體活動當中就會有自我介紹 一題介紹討論跟總結的一個活動 那最後我們會努力的把意見視覺化出來 那譬如說我們在11月12號的時候 就舉辦第一次的議題小聚 然後我們討論的事情是 就是審議制度應不應該要被制度化 然後就是審議民主應該要被制度化 那制度化之後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就討論到 制度化之後它可能會帶來一些好處 但是它的代表會更多 然後同時對於基層公務員而言 這件事情可能會成為他們不可承受之重 然後我們目前也探討了台灣目前的現行制度跟案例 那也探討了說 那我們在如果沒有辦法影響政策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做審議的這個方向 還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還是說應該要如何去思考審議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想要邀請大家一起來 就是在共筆跟MIRROR上整理意見 然後發想讓大家持續接觸跟討論的方法 那同時我們12月20號會舉辦第二場的議題小聚 那我們的題目是 台灣的人工智慧規範應該要考慮哪一些面向 那因為最近台灣的人工智慧專法也在行政院院會中討論 然後同時他們目前立法院裡面有四個不同的版本 那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新增意見參與跟參與討論 那這個就是我們上一次整理的一部分的意見 因為它是放在MIRROR上 所以沒有辦法完整的給大家看 不過我們把我們的意見跟相關的資料連結 都放在我們投影片上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加入的話 都可以透過這個地方來加入 那對於12月20號的第二場議題小聚的部分 目前我們已經架設好了數位工具的參與連結 以及我們活動的報名資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一起來聊聊相關的話題 包含人工智慧的法律的發展 或者是在發展人工智慧的時候 應該要考量哪一個部分 如何去兼顧權力保障 還有科技發展的部分的話 也都歡迎透過這邊的連結來參與討論跟報名 好 那最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每週三晚上都會有 一起來線上的一個V台灣小松的活動 那相較於之前的小松 現在的小松就大概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就是讓大家來分享最近在做的事情 同時也推進一些相關專案的進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禮拜三晚上就可以加入我們的頻道 然後去參與相關的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好